地震來襲前13秒 花蓮光復國小接獲預警 一樓上課的孩子馬上疏散到操場 二樓以上的學生就地掩護 避免後續災害發生 目前在全台只有七所學校建置地震預警系統 但因為預警效果很好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規劃 將全國劃分為二十個主站 方圓二十公里內的學校為副站 都能夠接受訊息 二十公里半徑內 我們只要設一個主站就好 我們把訊息 譬如說我透過網路的方式 傳給隔壁的學校 那這樣應該會在一兩秒的時間內可以傳達 那這樣整個系統的建置經費就可以當很多 按照這樣的規劃 除了偏遠山區學校還有困難 全台八成的學校都可接收到地震預警 只是主站設置成本約一百二十七萬 副站約四十一萬 總經費粗估要八億元 教育部都願意花十億來強化校舍的 這個安全 當然這個八億的經費 牽涉到全國學生的這個十三秒的逃命時間 我想更是急迫性 更是需求性更大 學生一年有九個月在學校 白天的活動也幾乎在校園 立委認為應該謹速推動校園強制即時警報系統 保障學生安全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台北報導 atac 打拳